講完台灣我們回到香港 過年前都有街坊問起我 什麼時候有彈卷、鳳凰卷的食物 於是他們很懷念善心小館的出版 因為我下區有時都會做不同牌子 有時做那個牌子的彈卷 有時做這個牌子的蛋糕 有時做那個牌子的東西 有時都會多得街坊提醒 很久沒吃過善心的出品 以前有些人都會去阿布泰買的 因為他們有上架放在阿布泰 現在轉手了大家都不會走進那個店 很多人都說 我們這個如果你去開石碟尾 或者是將軍澳 他們有門市有餐廳都有得賣的 通常就會是賣 如果他不是特價的話 通常都是賣一百元的 這次我們團購的時候 花生台都會有五款的彈卷 和鳳凰卷給大家選擇 原價是一百元的 包裝都很精美 他現在加了紙盒在外面 裡面當然是一個罐來的 有貓貓、狗狗的公仔很可愛 有原味彈卷、朱古力彈卷、咖啡彈卷 紫薯彈卷和鳳凰卷 如果這樣聽下去五種味 你會最喜歡哪一種 我想最受歡迎一定是朱古力 其次又是咖啡 你真的完全不貼地 如果你到街上賣東西 我給你知道團購的經驗 如果這五種味 朱古力味反而是最少 人買的 咖啡味都不多 但是賣得最好就是原味和紫薯 紫薯因為特別 我想大家沒有吃過紫薯的彈卷 你在各大超市 賣彈卷都是賣原味的 過年的人都要送原味 紫薯是比較特別的 我今天就是帶了一個紫薯給你 第二個多人買的是鳳凰卷 除了紫薯之外 就是鳳凰卷 黃鱔也有 但是我賣光了 所以我寫了一個紫薯給你 我有一個珍藏的珍藏 因為我過年的時候 留起一盒給自己 因為過年都有很多禮盒 收了很多賀禮 吃吃吃 留這盒 現在要做節目就對了 請你吃 這裡拿出來 就是我留一盒之後 現在吃一條 整盒就放在這裡 各包裝 這樣 是的 這樣的 都是一個典型的彈卷盒 上面貼了貼紙 是的 應該就這樣打開 好 大家放心這些全部都是香港製造 真的很紫色 我一打開出來就聞到很大的紫薯味 是的 還有蛋味 雖然這個一定是先做的 不是即時在爐裡做的 但是我一打開都聞到很重的香味 那如果你在街上 人家真的有一個煮蛋卷 在那裡捲的 熱烈烈的傳來的味道 是另一樣的 不過我也有些街坊試過 如果買這些罐裝的東西 包括曲奇餅 什麼都好 他們可以說 我放去叮十秒 這樣也可以 你可以試一下 知識的 是的 OK 試一下 我自己覺得 它就沒有一般的蛋卷 那麼容易 爛 爛了 碎了 這樣 都要小心吃 要用蓋子 墊住好 好 我有濕紙巾 是的 我們用上次 我們推介的濕紙巾 哈哈哈哈 吃下去是OK的 因為 好像 有紫巾味 你好像在吃的是番薯 嗯 嗯 即是一個 即是 乾燥了的 即是 容易吃的 一個番薯 而且很偷糧 所以吃下去好像飽一點 不是 不是只是雞蛋 甜甜的 即是如果你吃番薯 你可能真的要去 炒栗子檔 買個番薯吃 那你在家 在看電影 在看劇 又想起要吃番薯 你很難買的 那你又可以開一個 番薯味的蛋卷 真的當 吃下去的口感 真的很像番薯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我每逢做這個團購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入起一罐 這個紫薯味 然後呢 我早上會吃一條 我控制住 我真的控制住 我真的控制到 吃一條 蓋上 然後有 第二天又吃一條 那我一桶 一罐這樣 都可以吃到二十幾日 嗯 都可以保持到 去脆 嗯 嗯 還有 份量都舊的 都厚的 大家都可以看 他說得對 因為這罐 農曆年前 嗯 年二十八 年二十九 團購交收 那時候送貨 嗯 現在都三月中 三月尾 差不多 很新鮮 鬆脆 不會有 走氣 還是什麼 當然啦 如果你是新訂購的 當然不是新訂購 我沒有的 但是那些貨已經全部去掉了 因為 怕仔保持著一箱 來留給我們花生台 花生台再開 我就和善心再進去 沒錯 你們有時候 你真的 你知不知道 我們做團購 入貨 都是一個問題 的 譬如我們給Google Form 打一填 這樣 收了一些單 街坊加起來 譬如他 有 有 十二罐才說 但原來他離貨的時候 一箱 就有四十罐 或者二十罐 為之一箱 一個單位 我們都會入多了幾盒 就是幾罐 有時候就要散賣 都沒有所謂 那些東西可以的話 街坊經過 見到你 在拿什麼 交收什麼 沒得現場賣 那就有了 通常都可以散賣給他們 買完之後吃過好 下次就記得填方 我現在吃完講話 我也有紫船尾 真的看死 吃了那麼多東西 都要喝一下 當然了 講開 善心小館 你有沒有留意他們 其實 我不留意 因為我很少吃零食 但我有聽過善心小館 是不是 那不只是零食 因為別人有間餐廳 吃結尾 你可以去那裏堂吃 我告訴你 在那裏積炒的 譬如我最近吃了一個肉絲炒麵 我自然覺得是以前的大酒樓師傅的水準 雖然舖面就小小 坐滿都是二三十個位 但是都人頭湧湧的 門在排隊 有一邊做堂食的客 一邊有很多不同的零食 各樣的紀念品可以賣 他們都有 譬如端午節也有做些種的 又會 偶爾又會 關注一下那些流浪貓 他們有時都會撿到那些貓 要去醫 要去籌款 也都 借包種 或者做一些食品的時候 就會特地聘用一些 可能是基層的婦女 可能他家裡真的要等著 那些錢幫兒女交書保費 或者交租 很困難的時候 他也是幫助了一些基層的人 雖然人數可能有很多 都是接觸到那幾個 就幫到那幾個 但是我覺得都很難得 社區來說 已經很少有了 所以有時我都跟朋友說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黃店 或者良心小店 你心目中的定義 我自己會覺得 可能有些人的定義就是 就是他有沒有去支持 支援一些手足 在囚被捕的手足 或者去買一些物資 入什麼私販之類之類 那也都有人很關注 就是他19年的時候 在社區裡面 扮演什麼角色 有沒有做過什麼 或是會連些什麼文宣出來 那有時我就覺得 他關注環保也好 關注動物 關注基層 或者間不中 好像基隆茶餐廳 會派飯的 派水果的 過節會派福袋 給一些老人家 或者露宿者 我覺得都是一些 良心小店回饋 這個社區的一些好的做法 特別值得我們去支持 我說了這麼久 其實都未介紹 今天要找的產品 原因就是 因為有時我覺得 買一個產品 或者買一件東西吃 不單是有時說 很著重他 介紹他用什麼制 在哪裡做的 或者好不好吃 其實有時我們都真的 你說 比如說 避免 或者支持他背後的精神 都要支持 當然 都要支持 你說豬肉桿 到處都有 你去超市 便利店 到處都可以賣 甚至你在網上網購 都很多 那為什麼要吃善心 那就是香港製的 香港製的 香港製的 我都未吃過 我只是拿上手 特別聚手 那份量來說 已經是很值的 這個是多少 說的是 249克 總之我現在拿起手 我都覺得是沉的 即是重的 聚手 聚手 它原本有三種味道 我們現在團購 和團圓天一起 我們就花生台 我們都集中做兩種味 就是炭燒味和果汁味 原本它還有黑椒味 因為有時候 老實說 有些人不喜歡吃辣 是的 不喜歡吃辣 而且我們上次已經介紹了 台灣那種有辣的牛肉桿 那我今次特地介紹一些 本地的豬肉桿給大家 有些人說 我不喜歡吃牛 或者我特別喜歡吃豬 那大家可以去選 Kelvin可以給那張照片 就是 那三種口味的豬肉桿 給大家看看 我們就有 今次花生台的團購 然後跟團圓天一樣 我們會做果汁味和炭燒味 你看到一包 那我今天特地拿了果汁味給你試一下 好 那可以回來 是的 那包裝都精美的 簡單單的 有些貓 挺可愛的 大風包裝有拉鏈的 這樣 撕開它 拉鏈 打開 裡面其實還是獨立包裝的 沒錯 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出來吃一包 又拉回去 哈哈 就不要說 有時候打開 好像上次那些 一片片很大件 你記得 台灣那隻 但當然那種是另一種吃法 我又給大家 做什麼問一下 我又給大家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口道 這個口道 就是茶餐廳 你吃餐蛋汁 是 那塊餐肉的厚度 不是 沒有那麼厚 不是 現在不是 火腿 現在的茶餐廳 就切得薄一點 那些餐肉 煎完之後是脆的 是 就是這樣 我以為你什麼厚度 做人的厚度 哈哈 這個 所以如果你這樣算 我不需要找手掌遮住 你也看到那個厚度 都有個比例 對不對 那你說是不是 現在出去茶餐廳 吃這個餐蛋汁 那個口道 那你可以回去找個麵包夾住 吃下去 真的有種類似午餐肉的味道 為什麼 這麼香 就是有種香的豬肉味 哦 就是有點煙韌 那果汁味就大人小時候也對 不用怕辣 又說什麼黑椒 怕不喜歡 而且真的吃到果汁味 嗯 那炭燒呢 我覺得有些人都因人而異 有時候我認為炭燒有些凍凍的 不是說真的好喜歡的 炭燒我覺得各有各喜好 因為有點油香 是 那如果你有焗爐 有些人經過街 你店頭就要看一看去 興一興 味道更香 所以我吃下去真的有果汁味 肉味也很好 好像橙汁的味道 我吃到橙汁的味道 有點橙皮味 所以如果你加熱才吃 可能更香 或是我們下次燒蝦時 例如在爐上慶一慶祝他 再說一下價錢 其實你要支持一下花生台 真的不簡單 搶了那麼久 如果你去善心 他在石劍尾有餐廳 還有在將軍澳也有門市 你進去買門市的零售價 或者他們網店是賣100元 我們為了益大家 就是95元 所以95元就買到一大包 裡面也有多少 應該有二十幾個小包 慢慢吃 每天控制著吃一包 總之包你聚首 兩種味道 果汁味和炭燒味 好 然後跟你介紹一下 一個都是香港的品牌